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進入基隆和平島天險宮參拜五險大地 在823炮戰紀念日隔天造訪基隆和平島賴清德有感而發的表示 過去都是為民主打拼 未來他如果有機會帶領國家將為和平奮鬥 捍衛台灣民主自由 讓後台子子孫孫能繼續在這塊土地上安居樂業 除了我祈求武憲民我們大家保庇平平安 可以這樣順利發展示範 我願意向大家報告 未來我如果有機會帶領這個國家 我們過去是為民主打拼 未來為貨賓混鬥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真的 我們先跟你講 和平無價 和平的價錢 這是最大的 戰爭沒有一個人 有辦法在政府的好處 所以在這塊的目標 我們精神是 我們共同法庭大家的道庭合作 來捍衛我們台灣國家的安全 繼續推動民主 好朋友 歡迎發展 讓我們的驚孫 謝謝大家在這個土地 安機農業 大家都好不好 好 賴慶德也再次向大家推薦 平民律師出身的鄭文廷 賴慶德強調 兩人有相同背景 也都為理想投入政治工作 在台灣面臨各種威脅挑戰的情況下 他相信鄭文廷會與他一起 站在第一線守護台灣民主自由 陪同賴慶德參拜天賢宮的基隆市議會議長 同志委也呼籲大家支持賴慶德與鄭文廷 讓國家與地方都能有更好的發展 賴總統未來的治國藍圖 就是追求民主和平繁榮的決心 那這個裡面呢 有一個重要的拼命 就是我們鄭文廷律師 也是我們的立委候選人 我們未來在追求和平的路上 絕對不能缺少鄭律師的幫忙 你說對不對嗎 加油 鄭文廷則表示 如果賴慶德入主總統府 他也順利當選立委 第一件事就是希望 基隆捷運可以在他們的任期內動工 對此賴慶德也給予正面回應 賴慶德總統 呼聲在外面 他是基隆人 他也就是說 基隆的建設要勝於一分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拜託我們賴總統 讓我們基隆建文 在賴總統和鄭文廷 前一年的四年任期內裡 會通過基隆捷運擋擋 這樣好不好 好 現在 我們的政府總統就站在我旁邊 我是社長青少男代副總統 這件事的總統 當然嗎 到底來打招 打招 對 我總統都選我們 中外民共總統的 沒有 有 記者張棋潭 基隆報導 走 基隆市長謝國良 親自接待這個首度來基隆的 史丹佛大學 胡佛研究所多位學者 雙方互在伴手裡 開心的合照留念 記錄這個難得的畫面 很高興 史丹佛大學的 Hoover Institute 就是胡佛研究所 研究中心 今天有些學者能夠來 互訪 那其實我們在很多治理上面的議題 跟這個灣區 就是舊金山地區 其實有很多共同之處 比如說我們共同有海灣 那我們在整治海洋環保 同時無家者據我了解 也是北加州南加州 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我們基隆在處理無家者的問題上 從我就任以後 我認為有一些改善 那我們交換意見 大家一起討論 未來如何進行 另外我也想跟他們請益 因為史丹佛是一個很好的美國大學 未來如果我們的教育機構 跟我們的學子 未來在初高中的學習歷程 如果能夠跟好的美國的頂尖大學 有一些連結 或者是有一些共同的未來的 學術方面的一個交流合作 我覺得也是可以提升基隆的 國際能見度 並且讓孩子們能夠有更多的 國際視野一個很好的 一個接觸的對象 據了解這次參訪的 胡佛研究所團隊 除了來到台北跟基隆外 團員們也會拜訪金門跟高雄 同行的成員對於海事安全很有興趣 期待雙方未來能進行多元 及廣泛的交流 從而提出更多思考面向 與解決方向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從今年年初開始大小工程 不斷進行的仁愛區重要道路 流民傳入 半年來居民以及民傳國中 師生飽受道路施工困擾 接獲民眾反映的基隆市議會議長 同志委 特地出面要求市政府公務處 要積極協調 包括水公司等各管線單位 配合施工 終於在八月二十四號清晨 完成道路鋪設以及畫線的工作 讓當地里民笑稱 終於從越野賽道變成F1賽道 在市政府公務處長陳耀川等人陪同下 議長同志委也到現場視察 並且感謝公務處的辛苦 趕在開學前完成整體鋪路和畫線的工作 造成我們流民傳入居民非常嚴重的一個生活品質 堪率 那我們在上個月特別要求公務處 因為我們上個月忽然間停水了兩次 水公司並沒有通知我們在地的居民跟在地的里長 那我們特別要求公務處跳出來整合我們所有的管線單位 包含水電瓦斯電信等等 相關所有單位一次做修補完了以後 我們的公務處再一次做馬路的跑步動作 那我們這一次也非常感謝我們耀川處長 還有我們科長非常用心的來 親自的來把流民傳入的品質做到好 讓我們的居民 還給我們居民應該有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們剛剛有李明細稱說 這裡面可以跑F1的這個賽車的超跑 同志委也希望未來其他工程施工 都能夠比照流民傳入的範例來施作 相信可以縮短施工時間 提升施工品質 更能減少民眾的不方便 我想這樣子的品質 應該是我們可以做為一個示範 也就是我們希望未來全基隆市的每一條道路 都可以用相關的管控措施 把我們的這個管控措施做好以後 我們的道路品質就一定可以更好 那我們也希望讓全市的居民 都可以感受基隆的這個道路品質 回家的道路都是安全的 看到議長同志委來巡視剛鋪好的流民傳入 地方居民雖然對於施工期間這麼長 造成的不方便仍然有些抱怨 但是都能夠理性看待 也非常感謝議長同志委的協調 讓所有工程提早順利完成 工務處方面表示整合各管線單位 利用暑假期間採密及施工方式 期間總共建置400公尺下水道污水幹管 泰幻老舊自來水管線300公尺 以及電信公司布設400公尺光纜設備 民傳國中學校工程大型車輛進出 也告一段落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道 遊艇破浪從碧砂漁港出發前往基隆宇 在基隆市政府秘書長方定安 官銷處代理處長林文榮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議會特地安排行程 考察基隆於島上的碼頭環島步道等相關建設 負責帶領市議員考察的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代表市議會肯定前任市長林又昌 以及現任市長謝國良 接續建設基隆宇發展觀光的努力和用心 那在這裡當然首先要感謝 我們這個基隆市政府官銷處 還有產發處的一個進行安排 那在這裡還是非常的肯定 他們的用心跟努力 那秀玉在這邊也代表我們基隆市市民 來給予一個鼓勵肯定 那這個基隆宇他的整個環境非常的優美 那在我們前草市長這個林前市長 他的整個就是在進行的規劃當中 那再加上我們這些新市府謝市長的整個 在這個整個官銷的這個 官官行銷的這個整個用心的一個規劃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今天到現場看了之後 就是跟我之前在八年多前 我當民意代表職 這八年多來整個變化真的相當的大 雖然肯定市政府對基隆宇的建設 但是楊秀玉更希望市政府 必須做好後續各項建設的 維護保養工作會更重要 一個公共建設 不是只有在建設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於他的後面的維護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未來是基隆宇也好 包括我們基隆市政府相關的公共設施 我們在這個整個維護的這個規劃 還有這個整個預算的編列一定要非常的重視 尤其是在他的執行 就是他的整個整個就是維護這方面 真的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就是也提醒我們市政府 因為藉由今天的這個考察 提醒市政府就是說 相關的這個公共設施也好 包括基隆 基隆與未來整個規劃 一定要就是說好好的去執行 尤其是這個維護的這個部分 經過多年的建設修復以及規劃 再建設 基隆宇已經成為基隆市發展海上觀光 最重要的指標性景點和賣點之一 特別是疫情解封之後 如何持續發展基隆觀光 帶動相關行業復甦 市議會非常關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在隨車服務人員親切招呼服務下 坐在台北市雙層餐車上 一邊享用餐車上的美食和飲料 一邊透過大片採光玻璃 無差距仰望及平視台北101大樓等 繁華景致和景點 也享受移動式高級餐廳的魅力 由於基隆市政府編列2400萬元 已經獲得基隆市議會通過 將購買一輛觀光巴士推展觀光 按照基隆市長謝國良 今年6月初在基隆市議會報告的內容 基隆觀光巴士的經營模式 就類似台北市這輛雙層餐車 那我一直覺得說基隆 我一直很想引進更多高單價高消費 就是俗稱二十八十理論的觀光模式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這一次引進的雙層巴士 是一種體驗型的 它會以基隆的景點加飲食這兩個 俗稱就是food and beverage 這兩個點去增加體驗 我希望每個人上車最起碼 它都有一個基本的低消 這低消大概是抓在350到500600左右 那我是希望把這個車頂二樓 因為它是雙層嘛 第二層樓我希望可以的話 盡量做成玻璃 那這樣下雨的時候 也可以欣賞基隆美麗的一個雨景 而不是讓下雨變成一個我們的一種 這種觀光上面的一個負面的一個因素這樣 也因此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個人 特地邀約市議員曾經嚴一起先到台北考察 乘坐這輛雙層餐車觀光巴士 瞭解餐車上提供哪些飲食服務和內容 楊秀玉非常認同市長謝國良的眼光和想法 相信市長可以將基隆的山海景點 結合雙層觀光巴士做的有聲有色 那感覺真的是非常的這個 非常的這個新鮮 那也是感覺到說非常的棒 我想因為我到現場的時候 有問這個他們這一家公司的副總 說這一家餐吧 這個就是觀光餐吧 它是全世界最豪華的 那我在這個車上 在用餐的整個當下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你知道為什麼非常開心 因為那個整個畫面是 這個動態而且是真實的 整個就是遊覽的這個 整個就台北市的整個景點 非常的這個漂亮 非常美麗 那我想就是藉由今天這個整個 就是說考察 那就是說給基隆市政府一個建議 我覺得基隆如果做這個 這個參巴的這個觀光 我相信會比台北市做的更好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 因為就是說我們基隆市就是一個 地理優勢的一個條件 因為我們基隆市是一個海港 那我們有非常美的一個風景 包括這個山也好還有海 我們是可以說山海一線 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說我們在如果做這個整個 就是說觀光的這個參巴 會讓外縣市的一個就是民眾 會有一個好奇心 那我們當然不是只有在做這個觀光的這個參巴 它可以我們可以善用我們的觀光參巴 怎麼樣來連結我們基隆市的一個 其他的觀光景點 帶動其他的一個觀光景點一個商機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不是只有這個觀光參巴這個效益 它的經濟效益的CP值應該會非常的高 所以我非常肯定市長編列這一筆預算 楊修玉指出特地到台北實地搭乘雙層餐車 就是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借進台北市政府 經營雙層餐車的經驗 好好規劃善用基隆市 未來這輛觀光巴士發展基隆觀光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未來千層蛋糕到底留幾錢啊 限定版的委託行咖啡究竟在哪裡呢 基隆味姐妹將用鏡頭帶領觀眾 實地走訪體驗基隆的味 都請滿了那就隨便請好了 先生你將停車違規喔 經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基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行 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其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雜物 層栽機車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 能夠方便同行 遠離車輛安全處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車道 遵守號制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 鑽心過馬路不滑手機 行行路口停讓行人 無號制路口遵守停讓 置路口中心點再轉彎避免死角 車輛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基隆是個 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基隆影片徵選 即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徵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你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 透過鏡頭 既樂屬於基隆的友愛程式 充滿愛觸動人心的故事吧 詳情請下活動官網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當科學家文學家還是藝術家 都不如有一個自己的家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耀 其實你們正在為彼此互相照亮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過去無論你有局沒局 在社會住宅裡 人氣網路都能再開興趣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我是內政部長林又昌 中產以下房財族支持專案 從6月1號開始開放線上申請 手續簡便免付證明文件 只要輸入借款人的基本資料 就能夠完成申請 通過申請者 單萬元的支持金直接入帳 符合資格的你 記得趕快來申請囉 有任何問題 歡迎撥打諮詢專線 02-2162-1239 Gabriel 你願意接受Gabriel成為你的人生伴侶 並承諾永遠愛尊重接納和保護他 願意一同面對人生中所有的順境和祕境嗎 我願意 新人取下浪漫誓言 來自香港的鍾先生和黎小姐 勤定基隆和平島在40多位親友團的捐贈下完成終身大事 彼此交換戒指 雙方身身一吻 之所以特別從香港跨海來到台灣定終身 新人說 因為三年前 他們來基隆旅遊 意外被這裡美景深深吸引 因為疫情隔了三年 決定重回和平島見證愛情 我們幾年前來 疫情前有來旅遊 然後就非常喜歡這個地方 本來想要去就是基隆一天遊 就是走完整個基隆 但是來到這邊的時候 就哇覺得非常美 我們覺得是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一個地方 還有我們覺得和平島像是這個自由和和平的嚮往 我覺得我們香港來這裡的話 也是去感受這個海洋 還有這個台灣這裡和平島的那個歷史和文化的背景 和平島本來象徵我們基隆歷史的一個文化的傳承 那這邊有非常多的族群融合的故事 那在這邊見證他們的愛情 那我想也同時也行銷我們基隆的觀光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做一個見證 和平島公園有得天獨厚的海景 及特殊的地質景觀 無邊際的海水泳池 天使 上海步道 還可以眺望基隆雨 不少新人選在這裡玩婚 業者安排了專屬的Soho Bus小屋 提供新人專屬的休息空間 可以看到我們後方 我們這個除了有 可以見證我們這個 山海見證的愛情的我們的地質之外 其實我們還很棒 新人很愛就是我們的無別境有詞 然後還有我們的天使 向海步道 包括像地質公園裡面 有一個地方叫做等雨亭 就是非常的浪漫 基隆雨就在你的眼前 所以非常的多的一些好朋友 來到這邊 從他的一些他們的 從互動開始 到彼此的一些欣賞 到最後前定終身 都是非常適合到我們和平島 技術公園 出席的親友團 和現場民眾 紛紛獻上祝福 小兩口透露 不只這裡的山海美景吸引人 台灣的自由和和平 都令人嚮往 日前恐嚇酒吧老闆的誠信嫌犯 因為又犯下第三起恐嚇事件 遭地檢署深壓 法院已經裁定羈押 市府發言余志明 與市警局第一分局特別說明案情 那因為他騎乘重機車 在跟這個一位計程車司機 在行車糾紛的時候 他下車 他對這個計程車司機 對他出言 恐嚇 內容大概略語是說 基於他之前的案件 你不知道 這個我是誰嗎 我就是基隆某某幫派份子 他對於這個部分的話 出言恐嚇 那我們警方也隨即 在這個第一時間接獲報案 就趕到現場 那將他作為這個移送 那因為這個承譴呢 釋放這個刑法第305條 這個恐嚇危害安全罪 那這個依據這個刑法第101條之一 那這個預防性積壓的部分 因為他有反覆實施之餘 所以這個經過基隆地檢署指揮 檢管官生壓 那接過這個基隆地院 依據這個101條 這個預防性積壓 予以給他預防性積壓 那對於呢 這類的治安事件 我們基隆市政府 絕對不會姑息 並且也會協同 我們的市警局 來共同強力執法 也肯定我們市警局 維護治安的努力 也感謝呢 我們這個願檢 讓反覆危害市民的這個 不法分子 能夠順利的神之以法 共同來維護本市的治安 市府發言余志明說 針對酒吧老闆 被嫌犯持槍恐嚇一事 市長謝國良 從事件一發生就相當重視 則稱警方嚴密掌握動態 市府相當肯定 警方努力不懈維護治安 另外也感謝願檢 讓反覆危害民眾安全的 不法分子 能夠神之以法 記者綜合報導 熱鬧的金融廟口附近 人來人往 但一輛車停在路上 半個小時都沒有動靜 遠景貨報對車窗猛敲玻離 五分鐘之後駕駛才下車 因為他剛剛睡著了 男子被遠景叫醒 口氣不耐煩 車內飄出可疑氣體 讓遠景不敢大意 果然在車內收出非法物品 有什麼皮拉麵吸管啊 他對 那吸管裡面是不是有皮拉麵 我哪有 不是你的東西啊 沒關係 關卡關卡 好 沒有 沒有 20號晚間 一輛車微停在馬路上 民眾發現有意 通知警方前來處理 最後不只查獲毒品 車上還有危險刀蟹 車主當場被帶回警局 本分局於20日晚間後報 有台製小客 臨警於車道上 車上駕駛一次睡著了 經警方現場喚醒駕駛 開啟車窗後 疑似有毒品的氣味 並見駕駛情形可疑 警方當場車內查獲 凱他命兩包 咖啡包五包 青色藥丸一袋 及刀蟹夾鏈袋 並將兩險貸款所依 公共危險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並溯源追查毒品來源 男子違規停車30分鐘 被民眾檢舉 遭到警方查獲毒品刀蟹 這下子罪責恐怕不小 記者 黃少鳴吉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待看 都积滿了 那就隨便积好了 孫川你叫停車違規喔 車停泛合法 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 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也必須保持 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 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繼續 拍手 拍手 另外 地上貼有腳丫子的 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即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層樽 機車 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 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 能夠方便同行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 基隆是個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堂影片偵選 即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賣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偵選 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你手邊的相機